大家好,我是刘虹云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一下中腕穴 在临床中经常用到的第二个功效 就是去弹湿的功效 它可以治疗一切弹湿疾病 中腕穴呢,我们说了它是胃的木穴腐之汇 所以呢,中腕呢,它的主要的功效呢 就是温中散寒,还有什么健脾力湿 还有生清降灼 今天我们就说它健脾力湿的功效 我觉得治疗这个脾胃类的疾病的穴位非常多 那每一个穴位呢,它又有自己所擅长的层面 那我们例如说中腕穴 中腕穴,我觉得它针对什么运化中胶的弹灼 它这个功能很强 那所以呢,我们针对这个弹湿类的疾病啊 例如说我们现代人的体质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生活不太规律 一般你像基本上中午都是在单位吃饭 然后订盒饭啊,订外卖啊 这个脾胃呢,就是长久下来啊 肯定会伤我们的脾胃造成脾气虚弱 那脾气虚弱呢,就会造成这个运化功能失常 那一旦运化功能失常呢,就会造成水湿内停 所以呢,在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脾湿的人特别多 那脾湿的典型的症状是什么 腐肿,困倦,脸上爱出油 然后变糖,还有变黏啊 这些都属于这个脾湿的症状 那针对这个脾湿的这些症状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方子 例如说,我们可以用这个中腕 配上我们的蜂笼 再加上我们的阴灵犬 大家呢,可以把这个祖方记下来 因为这个祖方呢,是 它可以治疗一切痰湿之急 就是一切痰湿病 它是经常用到的 而且我认为是很经典的一个方子 这个中腕擅长运化中胶的痰灼 蜂笼呢,是痰会蜂笼 去痰的作用极强 那阴灵犬呢 它在我们传统针灸里 它有一个功效是什么 它去湿的作用极好 就是它可以去全身之湿 这是运化中胶痰灼 这是去痰,这是去湿 所以呢,这三个穴位合在一起 它是一个经典的穴位祖方 它可以治疗一切痰湿病 大家呢,如果生活中呢遇到 例如说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 不妨用这个方子可以调理一下 因为这个什么 从单个穴位功效上是针对痰湿 那中腕一灵犬 它又是治疗脾胃的大穴 所以呢,它针对这个脾湿的症状 它效果还是非常理想的 那我们呢,中腕穴呢,在我们齐上四寸 那我们取穴的时候呢 最好呢,这是我们的剑突 然后这是我们的肚脐 然后呢,取它的终点 就是我们的中腕 好多呢,没学过这个扎针的呢 对中腕穴有点恐惧 其实呢,我们前期扎针啊 中腕直刺一寸 它是很安全的,没有任何危险 那今天呢,关于这个中腕穴 它第二个功效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针灸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